大家听八点岛转转发现爱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恭喜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是是是 红包很重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觉得每一年就这个时候 就是被改温馨 因为就是亲朋好友 其实你很久没有见到的家人 都从远处飞来 然后大家一起来 享受一个温暖的一餐 同时去回顾一下去年 然后迎接明年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相聚的时候要聊天 要讲一些祝贺的词 当然了很棒很棒的佳肴 也要放在桌上一起来享用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同时 希望大家也可以 用一句祝福的话 来祝福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先介绍谁就先赢了 好 不过今天介绍这一位 第一位 他是我们的keyboard老师 阿建老师的写内注 欢迎一知心师母的好朋友 就是普通话位 杨宇宁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好 继续就是 刚刚另一位可爱传道人的好朋友 一知心师母 红白蓉 好 大家新年平安 福杯满意 好 恭喜大宅 好 我们继续欢迎的就是 细气洋洋的艺人丽兹 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好 我们要来欢迎的就是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他们家也是喜事连连 他升格做阿公了 然后呢 他现在呢 不单是所谓的这个 家里有媳妇 然后他也升格做老丈人的 我们来欢迎洪一赞老师 对 祝福大家新年好 身体强壮 灵魂新盛 凡事新盛 谢谢岳父大人 谢谢 谢谢 好 继续要欢迎这一位呢 是卓越北大行道会的主任牧师 我们欢迎林庆舟牧师 谢谢 恭喜大家在新的一年 日增月胜 好了 这一位因为他的中文道译 特别好 所以呢 这个他是压轴的呢 我们欢迎最可爱的媒体人 曾永康 哈喽 大家龙马精神 永康祝大家永保安康 说得好 说得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怡萍姐 怡萍姐 就是呢 新年新希望 这个是好运到你家 然后不悲满意 享用不尽 太考虑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好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一起来享用我们今天晚上的 这一餐的我们的佳肴之前 来 请牧师为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在这围鲁团聚的时刻 我们聚在一起 要来感恩 也要来享用美好的佳肴 神啊 过去的一年 你用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叫我们所经的路径 都低下之游 主啊 你这个 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愿今天晚上 你在我们的中间 与我们一同作息 使我们吃喝快乐 也能够来分享 你在我们生命中那美好的故事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吃了不发胖 吃吧 对 吃了不发 这个说得好 宣告吃了也不怕 太好了 对 那在这边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这个今晚菜色 是由巷子口创意台菜料理食堂 老板阿国为我们所提供的 OK 他呢 对 他们家的餐厅 非常擅长经典的台菜 但是在这个当中 他会加入不一样的巧思 好 所以我们转转发现爱 也是阿国的好朋友 我们就请阿国为我们准备了 这一大桌子 谢谢阿国 好喝 谢谢阿国 我们就先吃为敬了 是 好 这些也是店内的高人气菜色 那我要为各位依依介绍 同时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边聊天 好 这个一道一道 那什么时候才要吃 对 你们筷子拿起来就可以开动了 等一下 云 你想要吃的第一道是什么 我要吃那个青椒牛柳 青柔牛柳 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最爱吃我妈炒的青椒 真的吗 有妈妈味道 对 你知道我来台湾的第一年 然后台湾可能那时候还吃不到 我妈妈的那个口味 所以我想到哭 然后我妈就说 你到底想吃什么菜想到哭 我就是青椒牛柳 好 我想吃妈妈的味道 那你就开动吧 你就选开动了 青椒 可是这里显得是青柔牛柳 对 OK 青柔牛柳 为各位介绍一下 它是糯米椒 美国牛肉 树脂姜丝 加上青柔一起烹煮 这道菜也是韬客们的最爱 OK 请用 来 来 姿佑选一道 姿佑要开动哪一道 我就是比较传统 所以我就会选择放三鸡 放三鸡 对 因为一整年 新的一年就一定要起鸡 就是鸡这件事情 是传统过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菜 真的吗 对 你自己也会做 听起来 会 你是台湾好 谁喝我 我自己都会买新鲜的鸡 慢慢的用浸泡的 要大概多久的时间 其实烫个20分钟 然后用焖一下就可以了 就会很嫩 那我今天可以跟你订购吗 可能没有办法 人家很忙 人家对上游老下游小 人家一大家子 好 从而由发塞机选用 饲养在花莲山上的放山鸡 大约饲养180天左右 重量约莫为三斤到 三斤四两左右的放山鸡 好 洪老师不要客气 不会 陈先生 永康先生 我知道 我一定要选那一个 来 你快来 我一定要选这个的 OK 这是古早味的腿库笋丝 腿库笋丝 是 请坐 小弟先来尝一下 好 你尝一下 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过年一定会小酌一下 当然 先吃块肥肉在胃里面 垫一下比较不伤胃 垫底 对 比较不会那么快喝挂 有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今天晚上如果难免团聚小酌一下 大家就打地铺睡觉了 是 OK 如果一边在团圆 一边看我们吃饭 然后自己也在用点小酒的话呢 记得先吃块肥肉 然后一边喝酒多喝一点水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好 专业 谢谢 你真的是营养师啊 没有 我是酒师 其实不营养师 OK 古早味腿库笋 使用1.5公斤的猪后腿肉 卤制大约8小时 主要原料有卤汁 八角 香叶菜等等 香料熬煮8个小时 好吃 这个鸡好好吃 你好意思 你老公在探情 然后你在这边吃 老公 我替你试试看 这肥肉太好了 洪老师来 南牧师 请大家不要客气 一边姐 我要吃这个了 你说 这是什么 对 巷子口嘿嘿嘿 这个是什么 习惯就会不会的吗 来 您可是眼光好 你要放在虾片 对 那个 对 好 来 巷子口嘿嘿嘿 是用皮蛋 黑猪肉很沉 一锅带搭脆脆脆的虾饼 口感多了 层次感从来没有吃过的组合 就是吃了会让你莫名其妙的 嘿嘿嘿嘿 笑嘴 嘿嘿 很好 嘿嘿嘿 真的吗 有没有好吃 我跟你讲 有没有 在不觉口吃过的人都说好吃 真的 嘿嘿嘿嘿 你都好嘞 你都好嘞 来 那个 只有吃一个啊 你们自己拿哦 来来来 特别客气 我吃完 吃完后一定要嘿嘿嘿 哪里来的骆驼可以啊 嘿嘿嘿 要唱歌是吧 好 来 那OK 我们现在聊一下天 我要关心一下我们洪老师 洪老师 请问 因为我刚刚讲说 您现在已经是岳父大人了 对 是什么感觉啊 过年了 因为女儿今年 卫生纸拿来给你 不会 不会 老师对啊 你那天从头哭到我 没有哪有 有啊 真的啊 老师 我有看影片 有哭啦 哭就哭没有 关系 深情流露 对啊 那个 只有一个女儿嘛 不过我自己是有个盘算了 是什么 你待会就打算去女儿家 不是不是 因为我女婿呢 他也 他父母就他一个孩子而已 对啊 他也是独自 所以我在想说 干脆就凑在一起 也是可以啦 可以啊 很多家庭下的讲 对啊 要接两家人一起吃 对对对对 其实有蛮多家庭是这样的 有有有有有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大家不像比较传统啊 以前就会觉得说 女儿结婚了以后就不能回来过 对不对 不能不能回来吃吃年夜饭啊 洪老师没有 这个这个肥油 有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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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嘴 对对对对 所以那其实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位重点要关心的也是我们庆宗牧师 你有三 刚刚洪老师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就一个女儿嘛 所以嫁调特别不舍 你有三位女儿你觉得可以这样算吗 可以以女儿的多寡来评估说我会不会很难过 因为我爸有两个女儿我想听听看他是嫁调我比较不伤心的 因为因为第一个会很难过 对然后第二个会更难过 感谢自我 对难过到不行 然后到第三个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难过了 对不对 因为就是都全部离开了嘛 是哦 这样子所以嫁女儿其实是 以前不知道是这种感觉 但是当下真的会有很深的感触 对啊 就像洪老师那天一样 对啊 内牛满面 内牛 内牛 然后你还在上面亏我 真的吗 对他说我终于等到你这一天了 没有我上去 洪老师很多人终于等到您这一天 真的吗 我上去的时候我是说 你也有这一天 有女儿都 那你永康还笑人家 你也有女儿 我女儿应该不会那么快了 总有那一天啊 不过我最近我最近练习了好几次 因为我最近接一个舞台剧 对啊 我有一个眷村的村长嫁女儿 然后已经演了六场 等于我已经嫁了六次了 每一次嫁 虽然是演戏那个晚上 上台把那个女儿的手 交给那个男的手 我根本都不想看男的手 那怪 然后这样一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自动会掉眼泪 嗯 嗯 好惨哦 因为我那个 嫁女儿以后才更加体会我岳父的 感觉 是 因为以前带师母回娘家的时候 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我岳父都会在那个地方 一直望着我们的背影 离去 那时候没什么感觉 没有望着你啦 是望着女儿而已啦 对 你刚好站在旁边啊 对 那时候感触不是那么的深 但现在女儿出嫁了 要送她离开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特别特别的酸楚 然后就可以感受到 我岳父那个时候 目送我们离开的时候那种的心情 所以现在更多的要对师母的娘家 要更多的有回馈 我最近参加婚礼 我觉得也很好玩哦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岳父大人嘛 就是越来越同理 坦白来讲就是 对 一边吃一边聊啦 不要停下来 好 我们先介紹一道菜 你要吃什么 永康你要吃一路 宜兰西滷肉 那个很棒 来 宜兰西滷肉 还有 这还有麻油松板 全菇油饭 油饭耶 好吃 麻油饭 好吃 麻油饭 你们一边盛一边吃好 我跟你讲 然后我看到那个婚礼 我就有感受到就说 很多的岳父 我来 我来 永康不客气 岳父大人呢 他们都会做很好的功课 去了解女儿嫁给的 这一名男子的许多点滴 包括背景 学历 然后工作能力等等 我觉得他们都极尽的 对自己的妻子 就所谓的岳母大人 就是你会在海上看到说 岳父大人会选择 要对岳母大人更好 是不是 作为榜样给女婿看说 你看 我对我妻子这样 你也要像我一样 这个策略很好 对 有样学样 是不是 现在岳父大人比较 更有智慧 生儿子的 如果我们能娶到 一个好的媳妇 我老公现在应该 也要对我更好 因为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就会看到 原来我男朋友的爸爸 对他的妈妈这么好 那我的男朋友将来 一定会对我更好 所以 对不对 阿建老师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懂 对不对 阿建老师都不需要麦克风了 真的 对不对 但是 那你要不要 与妮跟我们说 我们今天吃年夜饭 阿建老师追你的时候 他第一年听说就在你家吃年夜饭 他从认识我之后 在南京 对 他追我的大概 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就过年了 所以他那一年开始就在南京吃年夜饭 可是从那一次之后 他也爱上在南京吃年夜饭 因为你知道 我妈一年才看我一次 所以每一次她回南京的时候 我妈真的是从早到晚 从早餐到晚上 三餐是送到我们的嘴边 然后吃完帮你整理干净 然后下午的点心到晚餐 那又送到你嘴边 而且我是很挑食 我很多东西都不吃 大闸蟹我也不吃 很多就是南京的特产 很好吃 我都不爱 可是阿建老师嘴巴很甜 然后又很爱吃 所以每次我妈煮什么 她都会说 你煮得好好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她越夸我 我妈就很开心 我妈就说 你看你比我女儿好多了 我女儿什么都不吃 其实妈妈对她很满意 对啊 这个叫做 是 是 她搞定了妈妈 真的啊 这个策略很厉害啊 是的 对啊 所以她也很爱回南京过年 从初一吃到初十 来 姿佑 你结婚几年 大概三次乌兰之间 二十七吧 二十七 你结婚的第一年 年夜饭 你知道 没有回家啦 对啊 就得在婆家吃啦 对 但是那一年 我们就做了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什么是 因为我就觉得 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嫁出来的 因为虽然我妈妈有三个女儿 但是我是第一个出嫁的 OK 然后那时候 我跟我老公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第一 我第一年我也不想要煮年夜饭 第二呢 我就觉得说 一个人如果孤零零 在人家家煮年夜饭 我也觉得心里不舒服 对啊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订了一个餐厅 两家人一起吃 哦 很美 对 然后那个钱是我付的 哦 对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设计的啦 因为我也要让婆家知道说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媳妇就做菜 然后有时候 因为他们家也没有出来外面吃过年夜饭 这是个问题 所以我也让他们走出家门 到外面来吃年夜饭 所以他们现在比较能接受说 如果有时候一两年 他们我们每一组 我们就是订外面吃 他们是可以 现在年夜饭在外面吃 真的也说也轻松啦 对 结束吃完了就不用洗这个洗 那个收这个收那 都是这样 周围里还要说是嫂嫂洗还我洗 对 真的 讲到洗碗我跟你们说 我前一阵子就听到 各位做女婿的 应该是说做先生的 就是大家要回家过年啊 我真的有看到一个女生 你要不要再多吃一点这个肉 他就在描述说 不是 你说你站在那白天在看那个 永康帮牧师服务一下 但牧师的晚衣都是满的耶 他反正晚没有通过耶 我有了我成了我成了不好意思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好 那个媳妇嘛 他其实也结婚有一段时间了 他跟他先生感情非常好 他说可是就是每一年 因为他们一年才回老家一次 对 那那个妈妈又特别爱这个儿子 所以他每次回去的时候呢 妈妈当然好不容易盼到了 然后就就儿子反正好 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那这个女生呢 她在台北就是 就很轻松地在过他们 小两口带的小孩的生活 可是她说一回去 她就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然后完全被冷落 她真的就是在厨房里头 从头呆到尾 可是真的会这样啊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台湾传统很多都是这样 不做会怎么样 会被蹬 蹬回去 不光如此 她说可是那个的时候 她也可以感觉到 她好像很希望老公可以看她一眼 因为她就在厨房一直洗 她都洗不完的 因为客人一直来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 儿子回来了 然后亲朋好友 全部都蜂拥而至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还做桌边服务好了 我觉得很好 很适合 很适合 那还蛮好的啊 你很适合 对 谢谢 你家餐厅有酒醋 我是肥肉醋 肥肉醋 怎样醋都好 醋汁的醋 就我吃过 我想吃鱼 还有今天呢 你等着 马上就来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 有鱼醋 客官稍等病婚 马上就为您上了 我觉得太重了 我还是自己弄 结果她的意思就是说 感觉上眼看着又要过年了 OK 然后她就跟我聊天 就说那到底应该怎么样 那我听一听以后 我说那你有跟你老公讲吗 她说每一次都是回台北以后才讲 对 那提早说 那我就跟她说 可是提早说也没有用啊 因为回去后就是妈妈在 婆婆在 因为婆婆真的太爱这个儿子 然后又是传统的嘛 那女婿就是所谓的儿子 儿子的意思也就是说 一年到头 下巴怎么样 OK 喜欢下巴 我的下巴 下巴 下巴 OK 来 谢谢你 因为先生给她的回应是 我们一年也就这个四五天 妈妈想不出 对不对 妈妈想念我 对 你就忍耐这几天又怎样 好 就很无解 请问牧师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时候做先生的应该去帮忙 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个 应该说是做儿子的人来说 是 他也会希望说自己的妻子 能够更多的融入在整个家庭的当中 是 很多媳妇不可以在国家说话的 真的假的 因为特别是比较那种大家族的那种的家庭 其实他们都蛮讲究那种长幼有序的 所以一般来说做媳妇的比较多是 被赋予一种就是可以有一种 在家庭的当中能够在这些事物上面 可以大家一起来帮忙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是可能好几个媳妇 还有就是这些姑嫂 大家一起来张罗的时候 那个和乐融融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老人家很喜欢看到 他们喜欢那种感觉 几个人就大家在忙 然后一两个就坐在那边看电视滑手机 都不融入这样 他们在乎的不是你有没有做事 我觉得他们在乎的是那一份和乐的感觉 不要有人好像比较特别 那做儿子的当然好几个兄弟嘛 那大家都会在那边看说 为什么你的太太没有参加 我的太太做这么多 手里之间 我有问题 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时候 我也一年才看妈妈一次 可以我们就跟妈妈在一起 然后女婿们都到厨房去洗碗嘛 也可以啊 问题是做完以后不能吃 我老公愿意 对啊 现在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丈夫都还蛮愿意帮忙的啦 现在是这个女男平等 是真的这个杠杆已经还蛮平衡的 可是就是有一些还是传统的一些观念 那我那个时候是有建议这个女生 这个朋友我跟她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提早跟你老公讲 然后呢 你可以跟她说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进厨房来跟我讲一两句好听的话 对 比方说老婆辛苦了 或者老婆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婆婆也 不见得很喜欢看到儿子辛苦了一整年 然后呢 就这个短短的几天 怎么你太太在厨房里头 你又进去呵护她 这是长辈的老人家的观念 你也不可能扭转过来 我觉得现在的爸妈应该 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的爸妈 应该不太会这样 你会舍得让你的儿媳妇 然后整场都在里面洗碗 那我会在外面吃 我不会在家里面吃 就是吃完了就回家 就把它弄好就好了 对 我觉得是年代不一样 年代不同 像我老公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我们还是会 他们还是会喜欢在家里 而且他们会介意男人进厨房 有 他们是不要男生进厨房 真的有 真的 愿刨厨 对 其实我们家 我爸爸家台南盐水 然后我爸爸有六个兄弟姐妹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每年过年就是要回台南过 以前是四合院 然后后来就改建成透天厨 所以这个六个家庭兄弟 全部都住在透天处 然后一间一间的房间 其实那个记忆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只有到过年的时候 一家一家 就比如说我们家四个人 对不对 我们就是挤在一间房间里头 大家都睡在一起 然后就在这一栋透天处里头 就挤了六个家庭 然后晚上就是 哇 完啦 就是西巴拉什么的 大妈这样啦 OK啦 OK 解红点 解红点有都有 对 每一层都有 每一层精彩的 这个我们一共有三层楼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厨房很重要 对 厨房就是妈妈们看顾的地方 像我们六个这个媳妇 就是我妈妈她们那边的六个媳妇 她们就每天轮流 两个人之日 然后那个厨房24小时 这有颁表吗 都要有颁表 他们这过年期就先排好 然后过年期间 我们大概会在台南待个三到四天 24小时厨房没有停下来过 火锅 煎香肠 然后什么泡面 其实是必需的 各式各样的 因为你那整个透天处加起来 四五十个人 对 对 然后永远那个 流水席 对 流水席 好好喔 对 真的好开心 所以其实我第一年过年的 我第一年嫁人之后的过年出现 我好怀念那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 从四五十个人 突然变成只有四五个人而已 因为我们打明家的人口 比较简单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 真的人很少 我那个感觉真的是 然后打电话给我爸 给我妈拜年 然后我 他一接起来 然后就听到 然后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想说我这两个世界 我就好想念以前的那种 对 那过年的气氛 真的会很差 其实会 有画面 我刚才想附和一下热闹这两个字 人在一个 不管是老公去娘家过 或者是媳妇在夫家这边过 我觉得都是要一个 热闹这两个字是什么 具体呈现你知道吗 对 你知道那个功夫片 是 真正在打的是几个人 两个 那一群裸裸在旁边干嘛呢 叫好 然后怎么样 我是说这里 仔细看所有的动作片 一定两个在打 然后准备另外一个被打的 在后面先预备 然后都是一定会有动作的 是 然后前面那个打的 他就出去 被打的就倒到旁边了 这个动作是什么做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不管是男生到女生家 女生到男生家 都要热闹 其实很好做 譬如说上菜 你根本你也没办法去做菜 你也不会做 洗碗也轮不到你 那你要干嘛呢 红烧肉来了 你就说红烧肉来了 上汤了 小心烫 拿碗筷 一定要化修的人 然后感觉要很 感觉他怎么都在关心 要上这个菜拿筷子 然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拿筷子 跟盘子 但他可以把所有的菜色 重新重新重新 有道理 他就觉得说 这个人很有参与感 是 好热闹 或者真的没事干的时候 就在旁边 这个电视或是观众 来 旁边叫 邀惑的 邀惑的吃 有点像跑龙套的概念 对 我跟这种人在家里面 其实很需要 很需要 没错 超热气氛 超热气氛 好 其实就很多家庭就觉得 这个时候孩子多一点是好的 所以小孩子只要一多 那个自然而然 一堆跑龙泡 对 喊来喊去 叫来叫去 然后一直晚上他在忙什么 瞎忙了 反正这段时间是 大家都有权利这么做 OK 来 我要继续介绍一下菜色 金沙虾球 各位一定要试试看 这个都喜欢 宇宁先 金沙虾球 腌制好的新鲜虾子 加上特调的炸糊 加上金沙调味拌炒 香气扑鼻 金黄色的色泽 也让餐桌增添一般幸福的喜气 有耶 黄金 这就是对不对 金香香 虾球 通常上桌一下就被小孩抢光 对 好吃 香 随便一插着就很好吃的 好吃 这样 好 这里还有一个 来 宜兰西卤肉 开洋 蒜末 香菇丝 炒香 并加 这很像 加入特调高汤熬煮娃娃菜 还有蓬皮熬煮一段时间 加入鱼头 焦鱼皮 海参 三种料铺在上面 就是一道香滩滩 而且滑嫩顺口的玫瑰加油 这道菜十足的有蝦香味 这道菜是哪里 这边 这喜骨肉就有点像 我们台湾人的卤白菜 然后向外省人的佛跳墙 有点像佛跳墙 有点像 但开出来就很有黏味 对 它很有黏味 所以刚刚各位分享了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点还蛮重要 是的 黄老师 没有 就是 我觉得家里面的长辈 是 是关键 怎么说 就是说长辈如果本身 你知道吗 譬如说很大气 是 然后对儿孙 媳妇 甚至是女婿 是 大家回来 齐聚一堂 是 人多难免 会有很多滋滋结结的东西 这个难免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作为一个长辈 是 人家很多事情上面 就是不计较 好 不在意 然后就是刚刚虽然是 永康摇演那个 或者是说扮演那个 好像把氛围炒热 但其实我觉得长辈本身很重要 是 我也相信 对 长辈本身譬如说很热情 然后 很融入 自己会把它都融在一起 对 然后甚至会跟儿孙 就有很多的这个 比较很生活性 对 我觉得那个自然而然 整个家族的邻居 就会出现 还有就是要把儿子先找回来 把儿子找回来 就是说先有个沟通 比如说全家族 大家凑在一起 哪些话 哪些议题 不聊 不要在那里说讲 对 其实事前的沟通很重要 比方说 对 牧师问的好 对 请问哪些议题不要聊 比如哪些议题不要聊 比如说 前仇就恨 小时候为什么大哥 对不对 被栽培的比较多 这样子 对 或者就是说 当初给的这个建立家业的基金 每个人不太一样 这倒是真的 拼金等等这些 真的还有些话题是不能聊 不能聊 真的 聊了个饭就难吃了 真的 聊到钱会比较尴尬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多谈一些感情方面 对不对 去回顾一下 感谢 我觉得应该是感谢和感恩 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 不要去算账 也对 因为其实 喝两杯 其实那个 过年的时候 那个媳妇 的心其实也 蛮 蛮需要去体会的 真的 因为其实 做婆婆的人 一定有那个 我不要说大小心 就是一定有比较喜欢的媳妇 或者是可能跟她关系 比较没那么 close的媳妇 对 但是在那个场合 大家都在的时候 对 那个 做婆婆的人 真的要 那种互动性 要特别 可能平常比较少互动的 要特别热络一点 才不会让她觉得回去以后 好像妈妈对那个比较好 对我就比较 没有关心 然后一直问她 你的孩子怎么样 都不关心我们家的小宝 好好吃 先塞个大红包可不可以 就是有的时候嘛 有的时候会一点 给红包也要公平吧 几个媳妇要给一样吧 对 都一样 我觉得就是反正都是这样 不是 是儿子给妈妈 这个有点难度喔 对不对 这个兄弟之间先打电话 讲好一下 其实给红包也是个麻烦 兄弟给不一样钱 妈妈的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家要先讲好 要先讲 都要先沟通 先先沟通一下 爸爸妈妈其实也 不管怎么样 还是觉得 不是说钱是万能嘛 可是看到钱就是 还是很开心 她可以维系万能 可以维系万能 有的时候面子做个另外一半 我每次去我老婆家 红包 我都不知道里面到底多少 但是长辈都超开心的 因为都是我老婆包的 但是她是把那送的动作交给我 对 面子给我做 这个我蛮开心的 这个也是女婿喔 你也是女婿来的 所以你怎么包 红老师 就是你包给长辈 我的父母吗 对 对 就是我们兄弟会先讲好了 会讲好 讲好了 但是我会说 这媳妇包给你的 对 我刚还没有讲完 我觉得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很多长辈 真的也在这个时刻 还在电视机前面 这个譬如说 薪水不要问 薪水不要问 然后呢 人家都结婚 都孩子都出来了 你呢不要问这些 其实特别是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 尴尬的话题 特别是那个兄弟很多的 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就 或者是每个人的 不一样 这个社会的一个 他发展的不同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先讲好会真的比较好 因为兄弟各自的孩子 他们都会在那边猜 大伯给的比较多 二叔给的可能比较少 然后拿到之前 他们都会去想孩子 其实我觉得 不要让他们有比较 就兄弟都讲好 我们都给孩子 大家都是一样的 他们就不会去比较 因为有时候很尴尬 那种小小孩 你给他红包 他立刻把钱拿出来 拿出来 对 然后钱还你红包他拿走 然后就是 对 这种很尴尬 你有看过那个抽出来 想说 妈 有 有 不会有单数的啦 600 有的是一张红色也OK 500还好 才500那更 对 才500 对 那更尴尬 那就请问了 这个红包的习俗哪里来 红包 有没有人知道红包 不是以前过年 那个年寿怕红色的吗 红色的吗 然后又会来吃 村庄吃小孩啊 所以那父母亲 长辈要给小孩一点钱 让他们这个 晚上不要在村子里面 你赶快出去躲避年寿 是的 所以等于算是给跑路钱 对 对 拿那个我们雕我们雕 就是盘缠 对 然后第二天 结果孩子都没有 都活着 大家要恭喜你来活着 恭喜你 其实这跟以色列人 他们过年的时候 他们互相说 Shalom 那个意义是一样的 因为在逾越节那一天 那个长子都被灭了嘛 所以神要他们 拿那个羔羊的鞋 把它漆在那个门楣上面 作为记号 是 然后那个灭命的来 就不会禁区 然后里面的人 就会有平安嘛 那如果没有这个记号的 那就是所谓的 羔羊保鞋的记号 那没有这个记号的 他们就会 那一天晚上 长子就会被灭 不过我觉得另外 红包还有一个就是分享 以前是很那个大家长嘛 对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都 秋收冬场了 可能家里也多了一点收入 那么这一整年下来 不管是媳妇啊 不管是儿孙呢 大家也都辛苦了 所以那个做的 你知道吗 最高长辈的 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分享 就是给每一个 就是有一点这种好像 这一年来的劳苦被肯定 对 好 我们这里资料显示 汉朝开始有过年庆祝活动 红包有喜气之意 是汉朝开始 好啦 那我还是回到金钱的部分来讲 金钱 轻易回来讲 这个包红包 那雨妮听说 我们阿坚老师 除了这个人帅最甜 听说也很会包红包 那个你看到的那个上面 是他们印谁给我的 因为叫我像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喊话说老公会包五万块的红包给我 除分说的 那谁说的谁给 好 没有啦可是 人民币嘛 对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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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给我给小孩 对啊 他妈妈还在的时候给他的妈妈 然后回南京的时候给我的妈妈 他的每一份红包都分得清清楚楚 真的吗 对啊 年终奖金 对啊 真好 好羡慕喔 所以基本上呢 怨不得人啊 对啊 OK啦 没问题啦 好啦 夫妻不分你我 对 只有 我们家吗 你家 我们家 我从结婚后就很少拿到红包耶 我老公都从来没有包过红包 你也是管钱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是财务大臣 我们家钱各管各的 他管他的我管我 那你会包给他吗 是啊 他如果包给你 你愿不愿意包给他一点 没关系 每一家不同 我们不干涉 但是我老公去年忽然怪了 他去年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他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 包了一个蛮大的红包给他 有 对 除罪卷 没有啦 爱意 爱意 我现在就在研究 我看看今年会不会再发生一样的事 我现在就在等 如果今年又发生一样的事 我就可能要好好问他 你拿到的时候 你没有问为什么 我没有问为什么 但我只是觉得说 怎么忽然有人给我钱 我以为他叫我 之后可能要包给谁吧 但后来也没有发生这些事啊 所以我就把那个红包默默的收下来 他会不会忘了 我也这么怀疑 他本来说这个是要给谁 然后给了你 他想说我钱了 不见了 其实我有点怀疑 找了一年了 找了一整年 是吗 可是好 那拿到老公的红包 什么感觉 其实也觉得 那种感觉很奇怪 因为他从来没有 就是我在前几年 最忙最忙最忙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人给过红包 所以我都觉得好像没有红包理所当然 而且都是我们要包出去 因为都一堆小孩 然后给长辈 但忽然拿到红包这件事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蛮奇怪的 对 所以其实今年你们如果包红包给我 我就会蛮习惯 对 你说已经习惯了是吧 已经习惯了 去年开始了 那我觉得 如果之后每年都有 我也觉得蛮好的 儿子开始工作了对不对 对 我儿子开始工作了 有没有包给你 我儿子没有包给我 你觉得要拿到吗 应该包吗 应该要 我们可以呼吁一下 其实应该 我觉得应该要呼吁一下 我觉得钱多寡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意 一个感性 对 虽然我们每次给他 都比他包给我们的多 当然 但也无所 他就直接从你给他的里面 抽几张出来 然后再来还给我妈 但我觉得这也OK 我觉得这是一种感觉 对 对 我等一下就发微信给他 好 没关系我们也在节目里说 他们应该看到了 但是您知道吗 我有叫他包给他爸爸 为什么 他有包给他爸爸 我有提醒他 但是奇怪 小孩的提醒 没有讲爸妈 他就只给爸爸 这样 到底为什么 他觉得爸爸会分离 会议是你干嘛要那么客气 你应该就说 应该要包给爸妈 爸妈不用分开 真的 爸妈不用分开吗 所以说我老公 没有分给我的意思 他认为是爸妈是一体的 他给爸会有点给你的 应该是 你们男生是这样想的吗 对啊 给爸妈是应该就是 所以我现在去找我老公要 对不对 他就说给妈妈 然后他就说 就包给妈妈妈 所以应该爸爸还在里面 我破案了 去年你拿到的 那个小亮哥给你那一包 就是儿子包给你的 真的 因为我儿子包给他了 所以我老公觉得 他应该要包给我 不是 儿子包了以后 拿给了爸爸 然后呢 爸爸就直接再交给 因为他认为是给一 是这样吗 有可能喔 都有可能 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吧 真的吗 真的吗 你问儿子一下 真的吗 我今天会期待太高吗 所以你问清楚 可是我相信我老公给我的金额 跟我儿子给他的金额 一定是不一样的 应该有差是不是 我也觉得小孩应该不会太大 我儿子没有赚很多 所以他没有赚 要大概包给妈妈多少钱 然后弟弟女儿大概 我们 我这边的亲戚 我就自己搞定 是 他去了解他弟包给他妈多少钱 他那边搞定 所以把钱全部都分分完了 OK 很好 非常好 OK 我们家很好玩喔 我三个兄弟 我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 对不对 我们一个人生一个小孩 我们每一年逢年过节 每一个节目 我们会讲好包多少 我们就是大班风 对 其实这样 我给你 你给他 然后就绕回来 然后大家出去的钱 跟拿回来的是一模一样 一样 对 所以要说好 好不好 来 牧师 我会包给师母 真的喔 每一年我都会包给他 为什么 是你小时候有看到 家里有这样做 因为我的爸爸都会 我的爸爸都会包给我妈妈 真的喔 因为他会觉得要谢谢妈妈 一年辛苦了 然后给他一个感谢 最主要是那样 所以我也都会包给我的师母 好 然后呢 那个时候其实红包是这样 就是说 我给我的父母多少 他的父母就是多少 那就是一样的 两边要一样 你不可以 不一样 对 那但是 现在因为我的岳父岳母 都已经不在了 那我自己的爸爸 现在也不在 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妈妈 所以 就是说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其实特别需要 让他们感觉到被爱 被关心这样 对 那基本上我一定都会给师母 因为我觉得他很辛苦 对 那这个是只能趁这个机会 就要好好的表达一下 对 表达一下 对 那也会比较丰富 对 也会比较丰富 达民要看这一集 什么叫做比较丰富 就是给很厚一包 数字叫做 对 那你的钱从哪里来 就是你们 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们家 谁会有问这一句 那你应该好好聊天啊 宇妮 我觉得你夜饭 你不适合带我们一起吃 我跟妳讲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讲一下 你夜饭什么话不能问 你知道吗 不是 她不是在讲吗 她就认为是私房钱 不是 因为我觉得 牧师他们家是师母 比较会管理财务 所以他们家的钱 应该是师母在管理 所以你给得很丰富 那个钱从哪里来的 因为你这个话题 如果真的在念夜饭 你这念夜饭问起来 人家就知道 人家就会说 那一定是什么私房钱 平常自己的 对 没有 就是上帝亲 恩典 他每天都少吃一餐 把他吃起来 洪老师有包 红包给钱老师吗 其实没有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家是 我们上个人只有我有 有啊 我们家是我管钱 因为我们不是一年包 我们是每个月都有校养钱 有 我给钱老师的钱 或者人家交给他的钱 他就很习惯的 他不留钱的 他就会再交给我 真的 对 所以想当然了 我给他 他过一阵子 他一定还是再交回来 你给过吗 给啊 给啊 但是他不会拿 你这样讲了之后 我们的压力好大 不不不不 因为我们家我是管钱的 是吧 像儿子 譬如说有时候 到了逢林过节 像春节他们说 爸爸妈妈 这是我们的 孝亲的 比如说押税钱 是是是 对 我就拿给妈妈嘛 对 那个妈妈和妈妈就回答 因为孝老师 妈妈他到了晚上在卧房就 这是儿子的 大儿子的 这是小儿子的 这是女儿的 真的 他不太 其实都是这样子 对 红包板就这样转来转去 好的 我们今天聊得非常的热络 但是容我在这边 再给各位介绍几道菜 因为虽然已经都下肚了 但是还是要为 各位观众们介绍一下 一共还有两道 那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麻油松板群菇油饭 这是北港黑麻油松板猪肉片 柳松菇美白菇 红喜菇三种一起炒香之后 拌入米饭 整道菜是非常的相得益彰的 美好滋味 也是店内老陶都很爱的经典拿手好菜 另外一道就是 咸冬瓜树子龙虎斑 来自屏东 超好吃 对 来自屏东相往 是海洋的龙虎斑 特色是体型硕大 肉质鲜美 一般养殖其为三年 重量在30到50台斤之间 这么大一只 真是年年有余 好 今天制作单位有准备一个小小礼物 要送给大家 在各位的桌子底下 真的吗 是 每一年我们有一个传统 就是一起来读我们的祝福经文卡 真的 有 在这个漂亮的歌TV新风当中拿出来 然后请各位每一位 把自己的念出来 云霓先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感谢主拜 好 白容 好 从碎首到年中 耶和华女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好 好 您并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您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耶 永康 菲利比四章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料爱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耶 耶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民宿记六章二十六节 耶 王老师 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指有 谢主 OK 我是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阿们 耶 耶 耶 欢欢喜喜过新年 好 那今天我们最后 大家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我们还有好几道菜待会儿 可以再继续慢慢享用 OK 那最后我们请信仲牧师 为我们说几句祝福的话 祝福大家在团聚的时候 能够也向神献上感恩 因为是神 祂仰脸赐我们平安 所以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 也能够在全家人团聚的时候 一起来分享神一年来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给予我们的恩典跟祝福 然后也期待新的一年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 然后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灵魂兴盛一样 耶 谢谢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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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我们在这边 转转发现爱 也要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 过去一年当中的支持 我们也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保守 还有引导成就现在的我们 那我们一定会持续坚定地 拥有主的爱 然后生信新的一年 神的风尚恩典和供应 超乎我们所诉求也所想象 所以在这边再次祝福大家 和家团圆新年快乐 耶 恭喜大家 谢谢 明年见 明年见 明年见